周琪只要远离篮筐 那么赵瑞就拉到弱侧补防自己的队友 关键时刻 还是有郭艾伦出场 还是有郭艾伦能够解决问题 开始控制节奏了 关键时刻 郭艾伦一次抢断 一次进攻当中的2加1 我们一直在说啊 郭艾伦的体能能不能够一直从第一节保持到最后一节 看起来他做到了 全球会的冠军 他们头领魏勉冠冠军的头衔 再次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 包括杜仁茂 今天突凑之导在开场 三分多种时间内就快速地扎盖了文明的头衔 郭艾伦现在呢 他在外线被扑得很凶 面对这样的防守强度 郭艾伦增加轮换 保重场上的强度 也是就地反强 徐杰接着贴郭艾伦 郭艾伦他出球的时机会非常重要 他自己一个人在打 他进行很强 超强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 还是这么打的同比 韩子军上来挂眼户 郭艾伦挡拆之后 停顿中投打进 就郭艾伦现在这种状态是非常火爆的 郭艾伦这边空了 这是一个机会 好球 郭艾伦 今天面对广东队这么强度的防守压迫性 这种压迫的压力之下 还能够保持极高的命中率 足以见得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苛 而且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 但是必须要做到的 就是无论第一节没有出现 还是第二节没有出现 这场比赛在第三节以前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去帮助郭艾伦分担更多的进攻压力 这个球呢 这球呢 郭艾伦看抬头看一些队友 这是机会 外线的三分球尝试 好球啊 就一定得有人站出来 郭艾伦可以去 换防 对抗太强了 这是徐杰刚才跟周琪直接顶翻 郭艾伦在第二节 一对一 周琪直接把刘生心摁下来 地板球 郭艾伦控制住 两边拉开 郭艾伦正面一对三 来到篮下直接造犯规 郭艾伦一对一 要三分 打进 持续的火力输出 在第二节 对着反击 两边也是下得很快 张志仁已经埋伏到了底角 郭艾伦正面 寻求挡拆配合 跑球啊 其实有两种选择 给周琪也可以 自己攻也可以 今天郭艾伦 他的状态持续性的保持 这个非常不容易 要知道面对的是 广东队这种防守强度 在联赛里 可能赵锐 胡明轩 徐杰 这种车轮式的防守 一波又一波的架 对位上胡明轩来防郭艾伦 张志仁过来挂掩护 郭艾伦走右侧 再回给正面 张志仁要三分打进 漂亮 郭艾伦要 外线 出机会就投 漂亮 这应该是今天啊 在赛前 杨明指导 一定是给了 于泽成 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比赛一开始 外线出机会 就果断投 而郭艾伦这个球呢 在45度的衔接速度 非常快 没有任何犹豫 就是认为啊 于泽成 今天的手感 是值得信任 周琦只要远离篮筐 那么 赵瑞就拉到 弱策 补防自己的队友 关键时刻 还是有郭艾伦出场 还是有郭艾伦 能够解决问题 赵瑞向内切 面对周琦的防守 上篮 没有打进 又是辽宁队反击机会 郭艾伦 再次将球打进 比赛时间 还剩4分06秒 广东队 从刚才一度 将比分追到 还有3分 现在 辽宁队再次把分差 拉开到7分 赵瑞伦 郭艾伦 45度 3分球 再中 郭艾伦 今天的3分球 确实是 挡不住的手感 热得发烫 而这样一种 持续高效的表现 是从第一节 延续到的第四节 广东队 快打旋风 来到前场 杜尔曼 晃了一下 辽宁队 这次的回发速度 很快 先破坏掉了 杜尔曼的第一选择 然后再给到 顶湖的队友的时候 郭艾伦 刚好赶到 将球断掉 现在 郭艾伦 开始控制节奏了 关键时刻 郭艾伦 一次抢断 一次进攻当中的 2加1 这场比赛 从第一阶开始 我们一直在说 郭艾伦的体能 能不能够一直 从第一阶 保持到最后一阶 看起来他做到了 这场比赛 从一开始 他就进了一季三分 赵纪伟将球 高高抛起 全场比赛结束 87比79 在第14届 全运会 南篮的决赛上 辽宁队是笑到了最后 他们 未免成功 继上一届 全运会之后 他们从天津 来到了陕西 再次拿到了 南篮的冠军 向他们表示祝贺 作为未免冠军 这是压力 也是动力 今天他们顶住了压力